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88HK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 主要业务包括煤炭生产、电力发电、铁路运输、海运等领域 以下是中国神华的业务详细介绍 煤炭生产 中国神华是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之一 拥有数十个煤矿 主要产区位于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 如山西、辖西、内蒙古等省区 该公司在煤炭产量、规模和技术水平上均处于领先地位 电力发电 中国神华的电力业务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其中火力发电以煤炭为主要燃料 占公司发电总量的大部分 该公司拥有大量的火力发电设施和配套设备 可为国内各地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 铁路运输 中国神华的铁路运输业务主要包括煤炭运输和物流运输 该公司拥有大量的铁路运输资源 包括铁路专用线和普通铁路线路等 可实现煤炭产地到用户端的运输 同时也能为其他企业和个人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海运 中国神华的海运业务主要包括大型煤炭运输船队的运营和管理 该公司拥有多艘大型船舶 可以实现国内和国际间的煤炭运输 同时也能为其他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关的海运运输服务 优点 规模庞大 中国神华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 具有庞大的产能和市场份额 可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 资源丰富 中国神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可实现煤炭产地到用户端的一站式服务 同时也有机会参与国内外的大型煤炭项目 产业链完整 中国神华在煤炭产业 电力行业、运输业等领域均有布局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可实现多元化经营 缺点 煤炭行业风险 中国神华作为煤炭企业 其经营风险受到能源政策 煤炭市场供需情况 环保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煤价波动 煤炭价格波动对中国神华的业绩和盈利能力 会产生较大影响 煤价下跌可能会导致公司盈利下滑 环境问题 中国神华作为煤炭企业 其业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大 煤炭生产和使用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等污染物 需要承担相应的环境风险和责任 机遇、新能源发展 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 实现多元化布局 国家政策扶持 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一系列煤炭去产能和产业升级政策 中国神华有机会通过转型升级 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等方式实现缩减产能 减少污染排放等要求 获得政策支持和绿色环保认证 提高市场竞争力 国际市场开拓 中国神华在国际市场上也有机会实现市场开拓和扩大市场份额 例如参与海外矿业项目和能源合作等 未来展望 中国神华在未来仍有机会实现稳定增长 但需要关注以下因素 环保政策 中国神华需要适应国家和全球环保政策的变化 实现绿色环保经营 新能源转型 中国神华需要积极参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实现多元化布局和转型升级 产业升级 中国神华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节能减排 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 总结中国神华作为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 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完整的产业链 但其业务风险和环境问题也需要关注 在未来中国神华需要关注新能源发展 环保政策和产业升级等因素 实现绿色环保经营和稳定增长 重要声明 所有内容包括本教学视频 绝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 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特定推荐意见 及或不构成任何游说或邀约 以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证券 期货、期权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产品 内容亦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而编制 投资者不应指内容进行投资 本网站包含的所有内容、资讯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该内容的特定人员的特定需求 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 投资者应考虑各种金融产品的个别特点 个人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 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别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快订阅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给我一个like和share一个哦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个小小赞好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鼓励 谢谢,下次见